戴著橘框眼鏡 這位是美國智庫企業研究院 AEI主席杜爾 率領美國政治經濟學家 和華府的臺灣通門 快閃來臺訪問兩天 只是就這麼巧 17號中午行程安排 恰好跟副總統賴清德 參加了美國商會午宴同場地 我們跟各大大部份合作 我們從他們不同的觀點 關於台灣和中國和美國的關係 來訪時間點距離台灣大選不到三個月 加上近來尾巴戰火 讓國際局勢更複雜 美國要停誤抗俄 又要顧到以色列的中東利益 再加上台海局勢三頭燒 外界擔心 恐怕故此失筆 我不認為 我們在台灣在台灣的平和平等 也有信心美國危機處理 能同步多面進行 區域安全挺親密盟友台灣沒問題 只是雖然華府官方和學界 挺台提升國防多次唱同一個調 還是擋不住台灣國內以美論狂燒 前总统马英九十六号 在纽约大学演说 再把矛头指向 美国与中国关系的恶化 让蔡英文政府台独路线 找到发展空间 华府智库认为 台湾未来该是台湾自决 台海议题备受关注 不过主角是中国和台湾 这很重要 所以一连说了三次 华府智库跳在选前关键时刻 实地访台 一面要了解选情 一面又要极力避免 被说成是来影响选举 到底在右派智库眼中 2024台湾总统该具备什么特质 这一题他真的听了好久 这些特质不只是用台湾下一任总统 复杂变局之下 杜尔的建议或许也适合 全球领导人参考参考 进行无论营 谢宏睿 采访报导 立刻下载靖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